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是伟哥,平时大鱼大肉的吃腻了 就喜欢吃素一点的食物 那今天就用芹菜和莲藕 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独特的吃法 不炒不油炸 少油少盐 吃起来口感脆嫩入味 营养又好吃 下饭下酒都相当的不错 做法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莲藕,胡萝卜,芹菜,小米椒,大蒜 首先把莲藕去掉两头 再把莲藕皮去掉 平时呢,我们在选择莲藕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种两头封闭的 这样里面的藕洞才会比较干净 皮去掉之后再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白醋 加白醋可以软化藕洞里面残留的泥土 使莲藕呢,清洗得更干净 把它清洗清洗 捞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芹菜 把根部去掉 再给它掰下来 这颗芹菜比较大 取一半就可以 另一半呢,就留着炒着吃 接着把芹菜的筋膜给它撕一下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塞牙了 吉姆去掉之后 把它改一下刀 再给它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装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盐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水 捞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干着准备一个胡萝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丁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圆圈 几头大蒜切成片 再把它们切碎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一勺白芝麻 跟着锅中加少许的油 冷锅冷油放入一把花生米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花生米炒熟炒至酥脆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连油一起倒入辣椒蒜末里面 激发出香味 再调一下味 加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花椒油 一勺白糖 一勺盐 搅拌均匀备用 接着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装入盘中 一把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和葱花放在一起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加一勺盐入点底味 一勺油 加油可以保持蔬菜的颜色 比率不变色 跟着把莲藕倒进去 胡萝卜倒进去 芹菜倒进去 给它们焯水两分钟 两分钟后给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凉白开中 过一下凉白开 这样吃起来呢 会更加的清脆 在控水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 把料汁花生米倒进去 抓拌均匀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最后把香菜葱花倒进去 抓拌均匀即可 再给它装入盘中 美食即可享用 一盘非常特色好吃的凉拌芹菜莲藕丁 就做好了 吃起来脆嫩入味 好吃又营养 平时大鱼大肉的吃腻了 这样来一盘特别的解腻又解馋 上桌家人都赞不绝口 分分钟就光盘 这样一盘 在我们这里去饭店吃要卖69元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也就8元左右 经济实惠又好吃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